字幕by bwd6 大家,是多麼深愛香港這一個國家 香港這一個國家 香港這一個國家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2月8日 實在是令到人非常之懷疑 到底歐盟和美國 德國等等 和中國的會面之後 到底談了些什麼呢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了 你一不就開城報公 將所有說過的東西 說出來 他們又不是的 只是說些就不說些 拜登老頭說的就是 在短期內 就不會搞這個台灣的 德國蕭芝呢 就成功爭取到這樣說 其實用什麼爭取呢 你成功爭取到 去停買俄羅斯天然氣就說而已 成功爭取了習近平 口頭譴責俄羅斯 有誰用啊 什麼叫口頭譴責啊 都有共識的啦 就是不支持再升級 這麼說的而已 就是不使用到這個核仔 事實上 俄佬能不能夠用他的過期東西 都成問題啦 但是隨著一輪的探訪之後 突然之間 隨時這壇東西 他自己搞出來 虎肉計來的 就是黃蓋虎肉計啊 一個怨打就一個怨癌 啊 所以才鬆得這麼交關 這裡 口風大變喔 公佈了這個叫做防疫新十條 還要呢 你不是打壓的時候就讚揚的啦 當日啊 四二六社論就把所有的人都拉成一柱 打成一派 於是乎 也是習近平 目前啊 並不是之後 我就說不會有這樣的事啦 他現在一定是退的 之前已經說了 買六合彩都沒那麼準 很多人就以為他會一眼到底 所以有一個論調就認為 習近平的精神方面呢 是有問題的 這點我不認同 事實上他是懂得 啊 什麼時候要收 什麼時候要放 但是在收和放之間呢 他的軍權 啊 就會更為鞏固 就例如今次的新十條這樣啦 新十條一公佈的時候 散了一大半的了 那當然我們就繼續跟進一下這個白紙事件啦 看看還有沒有 余敬我們叫做 會不會啊 就是給我又好啦 給很多評論人又好啦 看死 中國人今次呢 都不要叫中國人啦 都是 豬欄裡面那堆東西的 那那幫這樣的友仔啊 一公佈放寬啦 新十條啦 咦 是不是全部鳥獸散呢 鳥獸散 那還有 就算沒有四二六社論呢 甚至乎怎麼樣啊 現在 是感謝上街的人啊 不需要止暴制亂啦 現在 但是代不代表他不止暴制亂呢 就不是 不是名手 用暗手啊 仍然很多人被人約談 仍然 很多人 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啊 我們說香港啊 都還有國際的輿論監視著 以前啊 不是現在啊 是以前 那於是乎啦 外國記者啊 free press啊 今時今日沒有啦 都會廣泛報道香港的事件的 拜登老頭都被人說啦 今次實在太過軟弱啦 沒有什麼表示 反而加拿大道老多還強過他 那講返這個 白紙事件先 就等於破壞超人入面啦 蝨椒牛可兜亂 不該 接著周星馳 sovereign multiply 拿著著食杈牛可 Out 台上 財產都用撐登了 就想啦 嗯 四朝牛可兜亂啊,不是你叫的吗? 我是叫四朝牛可兜亂啊! 是啊,就是兜亂啊! 啊,跟着,阿银兜亂完之后呢,老板就走出来了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换个碟给你,换个碟给你 跟着呢,就拿了那碟东西去后面 然后,古巨基和谷德超就出场了 都是用手扭到几扭,再上菜 那黄一飞呢,就非常之严慈地去斥责这个阿银的 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做什么啊?练功啊! 好的你又不做,练什么功啊? 四朝牛可兜亂? 这些东西怎么可以在客人面前做的? 当然在后面做的嘛,啊! 所以,今回就不是426社论了,不过是感谢上街的人啊! 但是是不是由冲而发感谢上街的人啊? 只不过是借题发挥,黄丐苦肉计,一个怨打,一个怨挨 所以我们其实更加要密切留意的就是欧盟,美国和中国之间啊 会不会有一些打聋通,贸易上的勾当? 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啦!即使说不追究都好啦! 我讲的是,感谢上街的人不追究一大片而已! 但是为首的,啊!他仍然是会严加打压的! 很多无名的英雄啊!今时今日已经可能出不了来了! 所以知道,那里是中国大陆啊!是一个没王法的地方啊!也都有民众表示啦! 至今啊,仍然有很多人不断地被警察叫去问话! 有很多都未释放啊!不知怎样啊!不知怎样啊! 你可能再听不到他的消息啊! 至于那些什么坚持动态清零不走样不变形? 那就因为呢,国际的舆论啊!仍然是关注着中国的威胁! 所以他不好意思下台住!于是乎呢,啊!先和外界那些左派的政客在那里打龙通! 表面就硬!啊!桌底其实软啦! 所以我经常都说,白纸事件,啊!你无论是支持也好,反对也好,无所谓支持还是反对! 我们仍然支持的就是制裁中共,仍然支持的就是贸易禁运,仍然支持的就是蘑菇化了他原案! 北京上海天津,大亚湾台山!啊,谄制,谄制era! 我们这些禁运真的不牵扯个人的情绪是为世界的公义而声 NHK的 这些反人类国家不是我说的,是联合国的巴赛来特已经认证了 这些这样的国家当然就要予以制裁啦!而同期间继续在这扫手弄枝算是如何? 那德国总理邵之呢就有新文章了,不知谈过什么,他就说道,哇!似乎是,哎! 拜登你搞搞他,他又这么说,中国崛起就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那你觉得他这篇文章的意思是什么呢?中国崛起,威胁到台湾的民主自由,是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呢?中国崛起,令到疆人,乡人受害,是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呢?中国崛起,令到全世界环球污染,是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呢? 你回答一下,德国和法国这些欧盟的物体,一个就对中国软弱,一个就对俄老软弱,又有何道德的感召力,叫人加入你欧盟呢?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就当加入你那里了,你那里好好劲吗?你的通胀,你的失业率,也都不是好过英国几多的,这个是环球性的问题嘛,这次我撑身位成,心不正,毛子浩然了, 哎,对眼都是歪歪歪斜的,还是你觉得萧芝会有好东西想?中国崛起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而是因为它违反人权,违反人权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你说会不会是这样说呢? 当然不是啦,肯定做和事佬啦,看标题已经知道了,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的萧芝又说些什么了,还义正严持,德国咸豬手。 话说西方国家反中浪潮底下了,德国总理萧芝力排中二哦,访问中国之后发表文章了,就预示中德关系走向,那我们很持平的,也讲一下德国方面都有声音,就说不可以依赖单一的供应链,就是不可以依赖中国港的而已,漢堡港又卖了啦,是不是? 有间虽然旧旧的那些晶片厂又卖了啦,虽然那些就老旧,但都可以,可能和港带珍珠的嘛,理论上是应该全面切割,不是的,要循步漸进,就是你家里的小女孩五岁啊,跟着给个happy butt撕面猪灯啦,嘿,你不是即时这样叫她不要停,不是,叫她不好,你就跟她讲一下,就是撕面猪灯这些呢,太过亲密啦,不如苦弄一下那些头发先啦,会不会是这样的? 似乎道德上会觉得有点kinky,是吧?anyway,萧芝在文章里面就强调啦,中国的崛起,就是刚才那句啦,就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亦不是限制对华合作的藉口,那什么是限制对华合作的藉口,还是你想对华合作呀? 正所谓,校婆就遇着知粉客,于是中国外家部无铃两可,无铃是吧?那走出来了啦,她又强调啦,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what? 干嘛萧芝说的东西是会跟和平力量有关呢?你不是和平,就是战乱的啦 但是这样吧,中国目前向俄罗斯是入口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天然气哦,给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去资助这个俄罗斯的普京经哦,普京经 那条数又怎么计呢?请问,欧盟所谓的制裁呀,对俄罗斯方面那些天然气呀,石油呀的封顶价格呀,你封顶不要紧要哦,中国就以给你封顶价格更高的那个价钱呀,就扣入哦,所以扎连斯基不是这么吵啦,他说什么呀?不对了哦,喂,你那个封顶的价格呀,就不行,有力哦,就是都还在买中,不是应该一桶都不入的吗?一桶都不入又不行的, 俄罗斯你又对,啊,中国你又对,啦,就不要我说啦,我们看一下萧芝,啊,自己是怎么说的,他就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在美国的Foreign Affair,杂志里面呢,就刊登了11月的时候,到访中国的萧芝,回到来就急急发表了这篇东西啦,12月5号,主题,时代转折点,多极时代呀,这句话已经有骨啦,多极时代,就是不是美国单一这样啦, 女子,甚至乎拆自己台,是不是?不是说欧盟单一市场的吗?如何避免新冷战?热战啦,热战就可以避免新冷战的啦,文章里面,萧芝就反对将世界划分为集团去制造新冷战,哦,就是那些well trade organization那些啦,人人问我,我为人人,大家和谐一气,侵犯人权那些,有他啦,最紧要做生意,那话说啦,萧芝都破天荒,破世界纪录大传啦,在中国,声名狼藉的 底下,他仍然呢,就不远千里而来呀,似乎就要梁慧王上身,啊,问他一句啦,收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何益于我,是吧?那话说萧芝率领了庞大的高级别的商界领袖代表团,啊,访华,那你说啦,会不会无功而返啦,整班人,有些人就认为,啊,可能他很爱德国啦,英国人来的,爱德国,那他就说,一并谈不成的,谈不成的, 那但是你那帮,好令人怀疑哦,个个都大个佬来的吧,那结果,他就率先,打破了脱欧的魔咒,好啦,你说他不做,他出了一篇文章说他会做哦,嘿,不是孤立中国的藉口的,汉堡锅卖给你,晶片卖给你,我个女儿,啊,我不知道她个女儿啊,她有没有女儿啊,有女儿,没有女儿,啊,问陈健波罗女,好,这里,萧芝在文章中,也讲到访中的时候呢,坚决支持,啊,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原则的国际秩序, 那就可以了,你既然支持了,中国已经是反人类国家了,全家,他会不会呢,啊,只把口,支持,支持些什么呢,坚定支持,开放公平的贸易,原来是坚持这样东西,啊,国际秩序又等于国际贸易的,在他里面,心目中,人权那些东西呢,放在一边,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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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果就不考错了,啊,惨了,加拿大他,就拿不到这个市场,啊,给烧枝,烧一烧枝的时候就烧了,走了,啊,可以拿到了,那同时他又为中国这个,将武汉,啊,和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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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 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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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 大家声情近, 祖众爱近, 极亲密, 深深尚人互信任。 月底花间相会议, 共喜有缘分, 人爱百般愿悲夜, 此心一流共定盟。 不是欧盟, 欧中联盟。 那毛铃对着这个知粉客是这么说, 中国已和世界经济和国际的体系深度融合, 世界是不会退回, 去到互相封闭, 彼此分割的状态。 对了对了, 解封了解封了, 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来搞建设, 脱欧断练, 小院高场, 选人不理己的, 至少投名装, 这些叫投城, 就是欧盟的这个消枝。 好了, 那我们又来看一下, 新十条里面, 说的是什么新十条出台? 这么巧, 是不是? 新十条, 不是说绝对清零, 那不走样不变形的吗? 现在变形金刚, 所以你就自己那么怡气, 一谈好生意的时候, 习主席这样, 嘿! 所以我都说跟大家说, 只要他大权在握, 是不是计得很准呢? 那个时间, 二十大之后, 大权在握, 由我习近平一人, 亲自和各国, 不看真面都看罚面, 做生意谈生意啊, 又是我啊, 习主席啊, 这样。 12月7号, 中国国务院发布, 针对新冠疫情新十条, 进一步放宽, 防控, 管控了。 当中措施就包括, 允许无证, 轻证人士居家隔离, 就是匪马那些, 放瘡医院真神奇, 不过不住, 理住。 要求保证药物, 供应, 和提高老年人的接种比率, 还有就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 查验, 健康码等等。 四个字咯, 复工复产。 那你要问的一样东西就是, 复工复产, 你都要有工开才可以复到工复到产的哦。 为什么突然间会有那么多订单呢, 是不是啊? 那些大白就借头一用的而已。 好了, 新十条内容, 那可能很多那些白子人呢, 就很喜欢的哦。 那不知道啦, 我期望他们是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 千里之恒始于捉下, 刚刚睡醒了, 别睡回哦。 第一条, 科学精准, 划分风险区域, 不得随意扩大高风险区的范围。 就是他之前随意扩大, 不得采取任何措施的临时风控。 就是之前呢, 是随意风, 即时风, 厌渠水风。 第二条, 缩小核酸的范围, 和频率, 就是不搞你了, 放假。 除了养老院, 福利院, 医疗机构, 幼儿院, 中小学等等, 就不要求提供核酸了。 咦, 即是工作场所都不用了哦, 复工复产。 也不检查这个健康码的了。 第三, 允许一些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证者, 轻证者, 就居家隔离了。 你有钱就可以了, 收多你一筆。 就不再强制集中。 第四, 落实快风快解, 高风险区。 就不知是大解还是小解。 连续5日, 没有新增个案的话, 及时解封。 第五, 要求各地, 药房, 正常营运, 不得限制线上, 或者线下, 线下就是去那间店, 买那些日常的处方药。 啊, sorry, 是非处方。 第六, 要求加快提升, 老人接种。 第七, 喂, 有第六条的时候, 牢宠物随时开你拖的。 第七, 落实医疗分级管理了, 要求那些卫生部门来说, 你见到有心脑血管那些东西的, 或者是一些肺啊, 免疫功能啊, 各样那些。 那你就要及时叫他们接种。 第八, 保障社会正常运作, 和基本的医疗服务。 高风险的地区, 仍然要封的, 但是非高风险的, 就不得限制人员流动。 第九, 严禁各种方法, 啊, 去堵塞消防通道, 小区, 内外的大门。 那你知道, 乌鲁木齐事件怎样来的啦, 它第九条又解决了你的诉求, 那你还知不支持自由民主下去呢? 如果他们是无私的, 中国人不是自私的, 不是为了自己有口饭吃就OK的。 就要坚持下去的时候呢, 那他们会坚持下去, 那我们继续观察。 第十, 其实德国那种东西差不多, 德国那种烧枝只不过是住得远一点的中国人。 一样的, 啊, 你把东西放在地上, 它会收拾来吃的啦。 好了, 第十, 要求各地啊, 就要落实科学防控。 如果没有个案的学校呢, 就要正常开展什么线下教学呢? 即是那些叫实体教学啦, 实体你都好啊, 线下, 线下你在香郊, 行不行? 校内, 超市食堂各样都要正常开放, 怕没有配套啊, 那些小孩回学的时候, 是吧? 没得赚钱了。 哎, 还有, 它不可以停止的嘛, 它还要养住的。 你复工复产的那些单呢, 没够的。 所以呢, 它要有一个方式, 它养住它那些经济。 于是乎, 你又知道, 为什么验那些小孩呢, 验得这么频密啦。 原因就是因为它另一条的中气集团。 有人说是中气集团, 这些确切存在啊。 不过江泽民时代针对的, 就只不过是大纪元这个团体。 现在针对的呢, 就是一些穷人, 弱势社群, 或者反对它的人。 总之是没利用价值的人的人的时候, 成为这个国家的弱势社群呢? 那不好意思, 最值钱的是什么? 心、 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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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徽新活摘五星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裏